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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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一集不得了啦 掌聲歡迎中人 耶 哇 這是我們超認真頻道史上最多演員聚集的一次啊 我們在前年的時候有幫大家分析做工人的電視劇版 那個時候我們小咖訂閱才幾十萬而已 我們只能看著一幕講然後人都請不到 今天不一樣啦我們五十幾萬啦 今天非常的特別是一個就是宣傳活動 想必很多人沒有看過做工人這部電影 那我可以讓第一次看到這個頻道跟看到這個影片的人大家講解一下 它呢源自於就是林立青老師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在前年有拍成一個電視劇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 你如果看完書再看完電視劇 全部刷完了之後呢 今天來正式的看做工的電影版 耶 有沒有在座哪一位歌或姐能夠幫我們大略講解一下這個電影版 我有演嗎 喔你沒有演嗎 我已經演到齁 真的海報頭最大的獎 介紹一部分其他的讓他們自己介紹 這個電影版是講述我們電視劇的前奏 是前奏 就是11年前 那說我們過去怎麼認識 然後怎麼樣開始發那個發財夢 然後怎麼闖獲 不容公今天有一位阿傳沒有來 對 阿傳今天有怪手要開 對對對 今天要出班對不對 是有在奪我嗎 對 有可能 如果看過電視劇的朋友們可能 在座會很難得看到天心姐 對 天心姐是等於是在電影版裡面才有出現的特別角色 大家好我是天心在做工的人當中呢 我飾演三個水的方女時 那本身自己也是做工粉 然後能成為做工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在裡面非常重要 沒有我 他們怎麼在一起 這個戲就不成立了 就不成立了 是是是 然後我剛好這次有榮幸也能夠參與這次做工的人的拍攝 我只是個跑龍套 大家對我期望真的不要太高 我在裡面大概就是五句台詞 很重要 每一個都很重要 你演的那個戲多演得多好 有注意到你 同路異母 對不對 第一場戲就枯粉 真的 讓戲表演得多好 好既然這樣大家都這麼會唬爛的話 我們就來進行最終的唬爛大賽 身為在座的各位都是老演員 什麼 什麼叫做老演員 老經驗的資深演員 牌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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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在座各位都是經歷沙場的老經驗 年輕演員 老經驗年輕演員 前輩前輩 其實有榮幸在今天這次這場戲裡面 我跟在座其中有一位有到對手戲 氣氛雖然不多 但是我們等了一整天 最後講了幾句台詞 五句台詞 我們今天就要麻煩 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們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拍歉到底拍得怎麼樣 如果看我們頻道的大家 你能夠猜中 我是跟當中是跟哪一位 然後演到對手戲 你可以在下面寫出他的名字 為什麼你會選擇他這樣子 那如果你猜對了話 我就會請你全家去看電影 不管你是阿公阿嬤阿姬阿祖 你要當天拜託出來 我沒關係 你就只要拍照給我們 全部我們公司買單 全神的全家 等一下 希望大家去好好支持一下 就是做工的人 這一次的電影版 我想知道跟你對手 那跟他演得好不好 由你來評價一下 沒有阿 你自己有那個意思 我沒有 不是我 其實是我們 我跟那個昌嫂第一次 就是在戲裡面 有特別加強一部分的情節 就是我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 你在外面跟別人 女人生的小孩嗎 不是 同父異母的兄弟 這太不爛了 同父異母 我們就是做工的人 湖南大賽 第一位開始 大家好 我是那個做工的人 我是演那個 擺模的包商 阿昌 謝謝我的老婆 你不用我們自己介紹 你講你自己就好了 哈哈哈 演人怎麼樣 你跟他怎麼對戲 平評理 沒有 因為你拍戲經驗的 比較沒有這個 資歷嘛 對對對 所以你拍戲那時候 其實滿痛苦的 對其實 我真的不曉得 為什麼導演要安排 你來演戲 有什麼原因 不然你們兩個 是差距很大 對啊 是 你們兩個應該是有一個是解管 沒有啦 是不是這樣子要問蒼嫂 你不在 那天其實是 他是你同父異母的弟 但我不知道 他那天來我們家修水管 然後我想說 哇這小子長得滿帥的 剛好蒼哥也不在 忘了介紹我是蒼嫂 然後他來 他的無據台詞就是 他一進來說 我哥在嗎 我說 他不在 他說 那開始吧 我說 不要吧 後來 第五句就說 嗯 下次再來 我覺得他演得還不錯 雖然有小小的緊張 但你也知道姊姊我 很會帶 哈哈哈 我好怕 剛剛蒼嫂講出一個 他滿有經驗的 在現實生活中 這類的經驗 其實表現得還不錯 其實我跟他約了改天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對你很有印象耶 欸 欸 忽然大隊第三位 最後一場戲 就是我受到了 神明的小小的處罰 然後因為一群男生 因為畢竟是 呃 我從以來就是 我身體上最大的犧牲的一場戲 哈哈哈 我沒想到有這麼多的男生 要看著我被處罰 對 所以我有看一下每一個人認清楚 這樣怎麼整啦 眼睛對照就負責 對 哈哈哈 因為我受到處罰的時候 第四獎就是 喔 欸 喔 喔 我們這種一臉演 蕭迪哥樣子的人 對 所以我不用演 對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參演這個部電影 就是為了那場戲是不是 我們那天回去的時候 拍電影好開心 哈哈哈 神奇 這很得意 湖爛大賽 第四位 大家好 我是曾沛宇在做工人裡面 演出演的是美鳳啊 是阿姨姨姨姨姨 然後因為十一年前呢 就是我還是很嬌嬌美蕾少年姨姨 然後我在那個霸會公司裡面 當過節 然後我就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們那天不是那個一鏡到底 我們全部所有的東西都要配合得超級好 不然因為這位大哥要從樓下一路跑上來 然後從百貨公司的對面再跑過來 那驚人 然後我們只要一點點沒有配合好 就要全部重來 然後這位大哥呢 是 就是一直 就是都沒有跟攝影機配到 就是一下子太快 然後一下子就是鏡頭都已經過 他還沒有出現 就讓這位年長的 資深演員 資深演員 就因為那一場然後有一場戲呢 是說我回家路上 然後要不上樓嘛對不對 剛好有一個人過過擦身有過 那個人就是他 是 所以我在想 就會不是那個百貨公司你們都對上 蛤 然後他也去我們家修水管 到底在修水管 然後他走的時候 帶著很顫悔的臉 很愧疚的臉 躲開我 是 原來是你 小姐是不是你的啊 等一下我跟超早 跟超早搶菜了 從你家應該真的很愧疚 很愧疚啊 他跟我家裡應該吹口哨 真的啊 對 太厲害了這樣 原來小弟在各位大哥大姐心目中 形象是長這樣 因為年齡上面 你對他們倆實在是太大的威脅 畢竟新鮮的肉體 我看你的鬍子就這麼開心啊 今天你們哪一路上 不是還在討論鬍子嗎 超好笑的 等一下 你結束以後唱歌會有問題 會問 真的嗎 我都用弱劍去塗而已 那我們虎爛大賽第五位嗎 你結束了 還不夠嗎 還有你這樣接已經算了喔 那我們的虎爛大賽第六位 大家好 我是科學員 我現在做工人裡面原來是阿公 那這我瘦了啦 那這我做工人 那這我做工人 那因為我在做工人裡面 比較沒有台詞 所以我那天遇到他的時候啊 都是他在講 他也是水管工人 沒有錯 然後我不知道他那天 是從蒼草家出來 還是從我哥家出來 看不出來 他那天也沒有吹口哨 也沒有愧疚 他那天就還滿專業的 可是我想說 水管工人會留一個這麼有造型的嗎 然後又那麼瘦 然後又很斯文的樣子 結果後來演戲的時候 果然不怎麼樣 演戲的時候超乎我的想像啊 真的非常棒 感謝再各位六位演員 對我們的誇獎跟指教 想必這個圈詞 畢竟是學長學弟 是很重的一個圈圈啊 你覺得有被霸凌嗎 我覺得有 我那天演戲的時候 明明那個人是背對著我的 我在講那個舞劇台之後 他一直用眼神這樣 他一直用眼神在恐嚇我耶 他明明可以讓我們這個小菜鳥 可以用那種很安靜的心 平靜的心情去演完那幾句台詞 他沒有 他都一直這樣子 你那麼爛 那今天在座 我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想必有這樣子的好機會 感受水管啊 我問答案組呢 就是有玩一個很有趣的小遊戲 多有趣 想要請 他在給我壓力了 欸 在我們頻道裡面 這個可能五十幾萬都是我們的粉絲 喔 我以前這個臭東西起來嗎 哇 哇 我們希望今天有這個機會 把我們五十萬的粉絲 都可以帶到各位演員的身上 謝謝謝謝 不要再給我壓力了哥 那我們請上道具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身為專業的工業男子 你怎麼能夠沒有專業的工業安全護具呢 隨眼X5000安全帽 它可以讓你搭載各種配件 各種聽力防護處 還有 通訊設備 它內部有壓力擴散技術 你戴久了之後就能夠感受到它的舒適性 而且旁邊有透氣的側孔 它可以幫你排掉大腦裡面的熱氣 火氣 暴力之氣 而它後面有一個UV的指示劑 長期佩戴在陽光下的時候 當它顏色變淡 就表示你的安全帽要更換 9100QR的焊接面罩 市面上90%的安全帽 只要搭配滑軌就可以一起使用囉 所以無論你是在家DIY還是戶外工作或高空作業都要保護好你的大腦喔 大腦保護好了 接下來保護什麼呢 保護你的呼吸系統 隨眼H&F800的防毒面罩 雙面式的透氣裝置 讓你戴起來更輕薄 而且更容易更換 不管你是用一般粉塵 或者是一些有毒的有機溶劑 你都可以搭配不一樣的濾濾盒 再看它的內部有非常厲害的小設計喔 裡面看起來很像小風扇的東西 讓你在戴起來的時候 你的講話聲音也是非常清楚的 你可以在按壓的時候 測試你的呼吸器是不是完全氣密的 氣密 最後 如果你不想要替換式的 我這裡有拋棄式的9542V 當你的頭部呼吸都保護到了 你現在還要保護什麼呢 保護你的眼睛 隨眼SecureFit安全眼鏡系列 隨眼的擴散傳導科技 它有專利設計 它能夠適合不一樣的頭型 九代的時候都不會讓你感受到有被夾頭的感覺 它有墨鏡 它有透明的 適合室內一般環境使用 也有灰色的 適合戶外使用 當然 還有保護每天要戴著眼鏡的朋友們 隨眼3701安全眼鏡 保護你的眼鏡 也保護你的眼鏡 你以為沒有了嗎 還有耳朵的防護呢 EAR Push-ins 推入式帶線耳塞 它可以防止耳塞掉落 也可以保護你的耳朵 更高級的有隨眼Potex3 通訊降噪耳塞 它可以調節戶外的環境麥克風 也能夠監聽環境裡面的聲音 非常好用 非常棒喔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你可以看我們這一集裡面都有講喔 感謝隨眼 感謝乾爹 想必大家演做工的人 對於工具都應該會有 蠻有感情的 跟這個工具也是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好難喔 我們這邊是有兩個影帝啦 哇 是否有機會 是否有機會能夠請 所以我們一定以後就不用現實的 就沒有得過獎人去演藝 因為他們要需要磨練 我們給機會讓給你們 沒關係其實在職場上被賣的 是 是 我們霸凌你也是剛好 我跟你講現在沒有時間了 謝謝乾爹 不知道能不能請這在座 輩分最高的 來讓我們做出地位 真的很歌你演欸 對啊 而且因為在座中的人 你都沒有機會讓你發揮 等一下 我發揮了很多 等一下 在裡面都沒有什麼台詞 畢竟哥剛剛說沒什麼 我跟你講 沒有台詞的比較難言 這個越講下去關係越好 來 各位 我還是先走比較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那哥你覺得誰比較適合而已 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除了我以外 每一個都適合 好啦 你有包吾了 你有包吾了 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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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出的第一個是 水瓶石 游泳池 游泳池 小case 哎呀 你看電視劇店 都通吃的人啊 他說他想跳樓 這是什麼 什麼故事情節 他在游泳池怎麼會跳樓 勸他不要跳 勸他不要跳 我們也可以對著鏡頭 做收音可以嗎 服務一下可以 服務一下可以 等一下我應該的 小弟應該的 笑啊笑 你說你怎麼會收水 所以我決定 要帶你來去游泳池 來裡面收水 不過 你才能拘捷的時候 你就說 你騎水 笑啊笑 你只要跟我講聲笑 你還說你要去大 看夜景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想不開 想要跳樓 所以你絕對不能做這種事 笑啊笑 我敢帶你去游泳池 看著你在唱 我也不會看著你在 要跳樓的姿勢 好好好 太強了吧 原本你前面嘻嘻哈哈 我終於很感人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你可以得這麼多獎 我講實話 這真的不是人在演的 是 你這麼緊張啊 這是神在演的 神在演的不是人在演的 你如果是給民順哥演的是 是新加坡的氛圍 那又不一樣 你為什麼推到我這個 新加坡你竟然是這樣 我跟妳講 要嘛雙順 要嘛再請一位女生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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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好 螢幕CP 一定是生氣 我跟他在一起 反手 反手 所以我現在要跟反手演技 妳要跟反手演對手戲 對手戲 對手戲 阿伯 可以搭一點嗎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你不用說對我 我可以跟他玩而已 那個YouTuber會黃標啦 我這個人是很有分寸的 舞池 但舞池就活了 我跟你講 經過這一次之後 以後沒有人趕上你節目了 這一次完之後 他也不需要我們了 因為他被打卡了 對啊 他被打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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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的人 狀況劇 反手在舞池裡面 就活了 Action 你說今天要來這裡跳舞嗎 什麼 布魯斯 我也喜歡布魯斯 但是 你要恰恰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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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 他 他 就活了 我們這個人格保證 如果我們中間有C過的話 我們直接關頻道 剛剛這個全部都是現場抽出來 再次掌聲給兩位精彩的演出 因為我們有最佳利益的那個 律師也小朋友 對啊 有聽到嗎 對啊 我們還有這個時間嗎 對啊 要快快 那我們最後 麻煩請在座各位演員 來幫做工的人一人一句 宣傳一下這部電影 因為他絕對會給你們大大的滿足 欸我剛剛新學的那句 看你的手 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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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 有看過影集跟沒有看過影集的都很適合來看 所以不要擔心 就是如果你沒有看過影集 你還是可以看得懂 而且會非常的感動 我們這次電影版呢 加了很多很特別的角色在裡面 除了天心還有其他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進電影院 看他們精彩的表演好不好 做工的人獻證這影集中 小小的花費大大的滿足 值得你花時間和你的家人和好朋友一起來看 再次掌聲 散說各位演員啊 對 最後大家還是不要忘記我們這次的頻道活動 你可以在下面猜出我跟哪一位有演到對手戲 然後我們就請你們全假去看電影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進戲院好好支持一下這部電影 謝謝大家 拜託 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體驗拍電影 坦白講真的壓力三大 我從來沒有想過拍電影的背後 是這麼多這麼多辛苦工作人員去成就的 然後旁邊還有台語老師 然後原部監聽我們的台語 然後旁邊還有就是劇組化妝組 然後美術組的妹妹很可愛 沒有我那天其實就真的是五句台詞 但是我真的搞了一整天 他們從調燈光啊 然後那天白天夜晚 我都是旁邊片長的人搞出來的 所以無論如何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在座各位精湛的演出之外 也好好支持一下就是很難得的做功德台灣的這部電 水焰呢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注重工業安全的品牌 而我們呢從影片的第一集開始就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戴好防護面具 要戴好防護面罩 然後要戴好漢金面罩 然後要戴好漢金面罩 所以呢我們這次跟水焰就凹了幾個 我們可以贈送給粉絲們的大放送 第一個就是你在4月6號或者到5月31號之間呢 你可以購買水焰的東西 你只要超過2000塊錢呢 它就會贈送你1000塊的附帶 送完為止 數量有限 請趕快買 第二個是水焰加碼的 就是只要你是從事電焰的朋友或焊接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朋友 你的爸爸媽媽在焊接的話 你都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也就是3月31號到6月30號之間 你只要買水焰的電焰面罩 你就會有機會抽到iPhone14 就是跟全年500塊的旅券 更加詳細的活動內容 你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如果你用手機看的話 你就先截圖 再用朋友的QR Code去幫他掃一下 最後請記住以上所有的服務力 都是只有在正盤機銷商才會有的 那些水貨或是假貨 或是網路上奇怪的淘寶貨都沒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託 哈囉大家好 陳可莉 我是賀龍 大家好 我是Pia哥 歡迎說歡迎超人少年 我是我是志祺 我是徐波 哈密Video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14天搶先看 恰恰 同家喜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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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麼爛人啊 他們 好 好